关键是你这样的定向去连接 你把它转化成自然语言 这样你就不好走 知道吧 你在这就表示我在吃饭 吃饭又有 就是什么呢 它同时可以有餐卡和没有餐卡 所以这样 从陈述上来说 是不太合逻辑的 因此我们在这什么呢 用一个包含关系 就吃饭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 可能有两种情况 这个时候是依赖 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 依赖这个餐卡的这两种情况 依赖了我们餐卡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用一个依赖关系 你看我这样的来解 但是这个依赖关系 现在我没有说清楚 到底它们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stereotype里面去选 你看stereotype有调用绑定 进入建立 有很多关系 有很多关系 还有发送消息 那我给它起一个关系 那我给它起一个关系 叫什么 include 包含关系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包含线了 看到没有 所以你下面就知道 我们下面的包含和扩展 是不是就是由它来的 所以其实 其实很简单了 对不对 很简单 好 那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翻译了 就吃饭的时候 有餐卡的时候 怎么样 没餐卡怎么样 我们再继续 就可以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那么当然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叫什么呢 叫泛化 就是继承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关联 这个线 关联的这个线 也很有意思 就是这些线 大家不要看晕了 原来默认的情况下 它不是一个 没有方向的这个关联 双向 记住啊 没有方向 不是真的没有方向 实际代表双向 但是很讨厌的是什么呢 UML里面双向 它不是这样的话的 有的朋友 想我双向 既然是双向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话 对吧 但UML里不是这样的话的 UML双向 是两个箭头都省略的 那么为了表示 我说的是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这个 N的1和N的2 就表示端1端2 对吧 N的1是哪一边 是桑里这边 N的2是哪呢 是吃饭这边 N的1N的2 对不对 好 你看我们这儿 有一个选项 叫什么呢 Ease Navigation 就表示它是有方向的 你看没有 两个有方向都点中了 那如果现在 我要把它从桑地 指向吃饭 我应该把哪里点掉 把它变成我们刚才 那个定向关联 我们把它点掉 是吧 看一下 果然如此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实际上是双向的 所以你看这条线 是不是又没必要了 我们有这条线就行了 它就是它的一个特殊情况 它们俩就是它的一个特殊情况 你看 所以其实我们这儿 就两种线 就两种比较复杂的线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我们在指定这个线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为了详细的表示 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 你比方说这样子 表示这样的一个关联的时候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它的一对多 还是多对多的这样的关系 你看没有 一对一还是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表示一对多 但这个目前在用力上面 我们不需要去学它 这个以后的类图 我会详细的去讲解 这个工具很讨厌的一点 就是后面的属性 有的属性 并不是这个图用得上的 但它全都给你列出来了 所以这个在用力图上面 我们可以把它忘掉 OK 其他属性都是在实用上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需要记三条线 我们只需要记三条线 那三条线呢 就是我们的association 还有我们的generalization 还有我们的依赖dependency 这三条线大家记一下就行了 特别是这里注意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要连谁啊 我们要连这个用力和这个包的时候 按照正常的 按照以前老的画法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都不应该用它的 因为它们之间 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对吧 没有这样一个 叫陈述具的这个关系 这个工具这儿 其实画得不好 这个地方是不应该 直接让它这样支持的 但UML 在这儿没有明确的定义 但Rose就不让 Rose就不让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这儿都是用E来关系 比方说它里面包含了内含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一些方式 同样的 既然它有stereotype 它有stereotype 那我们想象这个包是不是也有stereotype 也是一样的 你看 什么分析包 一般我们会用它来做什么子系统啊 什么的子模块啊 这些 看use case package 看到没有 系统模块 看到没有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但是这点就很讨厌 在Rose里头就漂亮多了 我们看一个包 而且双击这个包 它进去按出应该是一个文件夹节 应该是一个文件夹节 里面就是它的子图 但是在stereotype 就不是这样的 好我们找一个子系统 比方说这儿有个业务系统 我们看一下包变成什么样了 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所以这样子我们在画出来图形 就区分开非常漂亮 对不对 但是 其实标准的做法就这样就行了 所以它这里提供的是最简单的标准 这样的图形 而且你双击这个包还进不去 它不会进入到里面的那个模拟的那张用力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右边的这个文件夹 加结构 通过右边的文件夹结构来做 这里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在这里去删这些线条 删这些包的时候 比方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餐卡 我要删掉有餐卡这个用力 我给它删掉 看一下右边删掉没有 大家看图删掉了 右边没删掉 如果你真的想删掉它 在我们starUML里面 你需要用到的是 这个 Ctrl加Delete Delete from Model 这个右边删掉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键的时候都是在右边把它组织好 然后把它们一个个拖上来 我们喜欢这样子来做 明白吧 包也是一样的 我们层层去组织我们这样的一个包的这个关系 这些文件夹都是我们的包 OK 这里稍微第一张图 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元素和一些公众的属性 这些公众的属性 其他摄图也会用得上 所以了解一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以前的Bmatrix 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用力 你看像这样子我来解释 我就很清楚了 这是最上层的这样的一个用力图 最上层的一个用力图 表示是什么呢 表示它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都是package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package 这是各个子宫的模块 而且这子宫的模块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依赖关系 这些我们不就很清楚了吗 然后我们再进去 又是一堆它下面的子宫的模块 我们再进去 它还有 再进去 好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最下层了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再点这些图就进不去了 就进不去了 但我说了 这个肉子才有这个功能 3mm你双击进不去的 你只能通过右边来展开 来一层层展开它 好 那从这个图来说 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用力所描述的前置条件 对吧 前置条件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开始 怎么去看开始呢 我们的用力图的画法是什么呢 去找actor 找主执行者 找到主执行者了 你的起点就找了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起点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读 商务人员 你看用力编制到货单 这个到货单是什么样的一个到货单呢 这个画的比较草 按说我们后面会详细的去介绍这个对象的一个描述 准确的来说 我们在描述这个到货单据的时候 应该在这把它属性全部都定义上 编制一个到货单 仓库部门的管理 确认入库等等这样的一些过程 这个图画的还不是很准确 这个图画的还不是非常准确 虽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但画的不准确 大家看一下就行 待会我来给大家做一些例子的演练 好 我们继续来说 那么用力图的作用 用力图是用来描述我们的需求场景的 这就是我对用力图的一个定义 这句话一定要挤住 大家要耳熟能详的把它记下来 用力图是用来描述我们的一个需求场景 在与用户交流过程中快速的建立我们的用户业务描述 并且跟用户去确认 设计好的用力图用来检验程序的实现情景 那么我们常常可能会问到的一些问题 为何要使用用力图这个概念 为何要使用用力这个概念 询问用户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练一下吧 我本来想放到最后 discouse这个地方练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用力的话 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练一下 开始我们把这些工具都已经使用习惯了 就是这些对象我们也都清楚了 至少用力图的这些对象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实际上只有几个 一个两个三个 再加三条线 顶多再加一个边框 系统边界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演练 你给我一个场景 随便给我一个场景 我们要张口寄来 就是 登录嘛 然后验证 好嘛 就用登录验证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再画这个用力图 怎么来画呢 我说了 就是放节点 再连线 记住啊 这样一个原则 放节点 再连线 那么 我新建一个用力图 login use case desgroom user 这是我们一个对象 他要去登录 这个 这样子描述不好 我重新画一下 为了表示它是一个子模块 我先去给它建一个package 或者子系统 或者模型 大家注意啊 建立子系统 或者建模型 实际上它们都是比较特殊的package 是由我们这个工具 自己定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式 就像我们刚才的rose里面看到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它特别定义的一个 对吧 这都是package 好 我给它建一个子系统 这个系统叫user login 以后大家再做着 然后我在这里面再去建一张用力图 然后再在这里面再画 这样我们就会非常清楚 那么user 下面我们就把自然语言转化成我们看图说话 输入登录信息 教验登录信息 然后呢 如果就是教验正确 这个工具用中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拼书法的问题 老是闪吧闪吧 教验错误 我以后尽量用英文吧 如果正确的话 那么就什么呢 提示 提示 登录成功 如果教验错误的话 返回登录页面 返回 重新 登录 这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以理解吧 那么下面我们把节点都给它定义好了 我们怎么用一条线给它连起来呢 教验三次那个怎么画 教验三次是吧 加个扩展就行了 扩展斜的三次 不用了 待会我给你看吧 就是 应征兵的要求说要教验三次 我们要把教验三次给它画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给它连线 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个线性 那么在这个地方注意了 它有一个依赖关系了 include 有两种情况 那么如果教验正确 则提示成功 如果教验错误 则返回重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了 如果要 这里要判定什么呢 要判定它的教验三次 判定教验三次的时候 那么这里面有几种画法 第一 叫什么呢 最多教验三次 连它 这是一种画法 看没有 我们可以用注释 来进行一个标定 对不对 这不是就很方便了吗 所以不用 不用搞得那么 那么的复杂 对不对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一种画法 当然 那么 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用了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还有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什么呢 如果教验错误 我们在这可以做一个 再做一个 叫什么呢 超过三次 三次教验错误 我们在这里 给它加一个扩展关系 则 退出登录 还是一个定向关系 明白了吧 这样是不是就更 连我们教验 三次超过了之后 这个都可以给它 表示出来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认为整个教验过程 它应该是一个系统边界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给它画 这样是不是更漂亮 那么在画的过程中 你愿意给它上色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这个很简单 就是工具的事 大家下来自己去给它上色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工具 你看我们整个过程 如果不是因为我打字消耗了时间 我画的会不会很快啊 实际上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这个画完了吗 没画完 为什么呢 我这还要放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实际上 我在这里啊 我说了 它既然是一个类 既然是个类 它这里不是有什么属性和操作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 也可以通过这 这有个快捷 看没有 添加一个属性 那么我这放一个什么对象呢 叫做教验信息 有哪些信息呢 算了 通过这点吧 一个是UserName 一个类型 另外一个是password 类型 或者你自己定义的一个类 都可以啊 后面我们会讲到类 但这个时候 它本身是一个actor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给它改一下 stereotype写成document 这样 然后呢 我们给它连一个线 怎么不能连 这工具不好 你看我用E来连不就行了吗 然后在E来 给它用个extend 不就可以了 这工具太垃圾了 你看 这个太变态了 怎么可以不让连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头 这是个小人 这是个用力 咋会不让它连呢 反向连 当然也应该可以连了 对不对 这工具有点 还是不太方便 但是项目之下 还喜欢可能说 能用 能用 OK 就像在那里面 断 断 说 摇 什么 是 哥